三更做饭五更开干,当你还在沉睡的时候,一群为了一夜报复的黄金小队,已经开始了最后的奋斗,土地拥有者同意让大夫随意选地,而不是限制在红线以内,这对黄金小队来说,无疑是最好的消息,截至目前大夫离自己的黄金目标,还差40盎司,大夫能在一天的时间内,逃到40盎司的黄金吗? 咱们继续往下看,次日大夫在天刚蒙蒙亮的时候,便把大家叫到一起,因为今天是大家最后一天的淘金日,大夫鼓舞着队友的事情,因为这将是长达20小时的连续作战,因为距离大夫寻找的黄金热点有点远,今天大夫不再是老板,像大家一样驾驶着货车,因为这样才能够让料走不停歇地运转,从而产生更多的黄金,正将大家在为了黄金落一步觉得奔波时,淘洗沙土的滚筒好像要罢工了, 内森感觉到了有一响,凑近看原来是滚筒轴承不堪重负被摸透了,回想起上次滚筒出现问题,让整个团队停歇了将近一天的时间,但是偏偏在这最紧要的关头掉了链子,距离天黑只有4小时的工作时间,大夫简单地检查一下损坏位置,大夫知道是哪出了问题。 时间就是金钱,大夫一刻也不敢耽误,快速地将轴承拆下了下来,立马将新的轴承换上,幸好大夫又备用轴承,一个30美元的轴承将会让大夫赚到更多的黄金。 经过大夫的一顿操作,滚筒洗衣机恢复运转。 经过三小时装卸,傍晚十分矿场已经堆积了足够的沙土,现在大夫的任务已经完成,接下来就是等待淘金设备把沙土吃完。 这意味着克里斯要不停地喂养料豆,每一产都是金钱的味道,谁又会拒绝呢? 就这样周而复始一直持续到午夜两点,最后的一点沙土也被淘洗完毕,大夫按下来开关。 现在大家的目光全部聚消在锅里,水还在重刷,但是工人们好像已经发现了什么。 这是他们整个淘金计都没有见到过的场景,每个凹槽都遍布黄金,每一粒黄金都是他们辛勤劳动的成果。 现在只需要把黄金和杂志交给黄金屋,便可以分享胜利的喜悦。 老杰西分离完最后的黄金,最后把黄金倒在一起进行称重,大家点起篝火,等待着最后的战果。 大夫手里拿着两个罐子,一只罐子是他们34天的奋斗60盎司,而今天的收获却是21盎司,总共80盎司,也就是2240克黄金。 大夫总收益15万美元,减去自己投资的8万美元,再减去大家的工资。 虽然大夫没能也报复,但是也能小赚一笔,更为重要的是,大夫找到了齐心协力的好队友,这会让大夫在以后的淘金日子里更有信心。 大夫承诺将会在下年找到更好的黄金资源,即使大家就会再次团聚。 至此亚利桑那州的淘金就此结束,有了本钱的大夫会带着队友找到怎样的金矿。 咱们拭目以待,谢谢观看。